今天我来为大家继续讲解《风骚律师》第二季第九集 上集我们讲到 吉米为了帮金拿回梅萨维德的案子 就趁着查克虚弱时 潜入查克的房子 将文件上的数字做了更改 老麦为了能让儿媳和孙女过得更好 就打算抢劫老丁头的毒品车 顺便也为自己出一口气 隔天老麦在一处荒郊野外 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这时胡子哥开着车来到了这里 这条路从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 胡子哥完全没有任何的戒备心理 胡子哥路过老麦藏身的地方时 老麦迅速将扎着铁钉的软管拉了出来 货车瞬间失控冲向了一边 胡子哥反应过来 拿着手枪下车巡查 就在这时 老麦从后方拿枪抵住了胡子哥的头 将胡子哥五花大绑在了一旁 随后老麦拿出一把电锯 将货车的轮胎割开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毒资 怪不得之前警方那么检查都没有发现 老麦将这些毒资装上车 开车扬长而去 晚上老麦来到了甜品店外 老丁头知道了毒资被抢劫的事情 生气的想要将整个店都砸了 老麦看到老丁头的反应很是开心 就来到酒吧喝酒庆祝一下 这天梅萨维德银行将在法院举行听证会 本来就是走个形势而已 但查克执意要去参加 这是自己拉回来的客户 自己必须到场盯着 查克刚刚出门 吉米就在一旁的树后看着这一切 等查克走后 吉米前入了查克的家 将改过的文件换了回来 查克走进法院 法院内各种仪器的辐射 让查克有点受不了 但查克还是强忍着不适走进了法院 法庭上凯文在阐述自己银行的发展史时 被法官打断 法官告诉查克 在新知行申请地址写的是1216号 但之前提交的地址是1261号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凯文赶快提醒查克 是1261号 但查克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 告诉法官 绝对是1216 自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这样本来就不是非常信任查克的凯文 很是生气 凯文询问查克 难道自己还不知道新知行的地址吗 查克这才意识到 可能真是自己提交的申请上写错了 凯文询问查克 现在怎么办 查克想让法官休会 等自己改好 再重新开始听证会 这遭到了法官的拒绝 法官告诉查克 自己派人只调查了1216这个地址 现在自己要重新派人去调查1261这个地址 所以听证会的时间只能往后延 查克又想让法院开一份临时申请 先允许分行设立 法官直接拒绝了查克的申请 还将下次的听证会延迟到了六周后 延迟六周 凯文就要损失大量的资金和精力 这让凯文对查克很是失望 查克生计的赶快回家 赶快查看梅萨维德的原始文件 但上面确实写的是1261 这让查克不敢相信 自己明明检查了很多遍 不可能出错 汉姆林认为 这就是查克犯的一个小错误 不必这么在意 这时查克突然想到了什么 知道了这可能不是自己的错误 吉米和金此时忙着办公室的装修 这时金接到了凯文的电话 凯文最终还是选择金 做自己银行的业务 金得知了这个消息 很是开心 这时查克的电话打了过来 查克得知了凯文已经找过金了 就再什么也没有说 约金来房子里见面 吉米得知后 就陪着金一起来到了查克的房间 但在进门时 吉米发现自己的钥匙 根本打不开门 小黑告诉吉米 查克已经让自己将门锁换掉了 吉米进门就询问查克 为什么换锁 查克并没有回答 查克本想约金一个人来谈一谈 既然吉米也来了 就将话说开了 今天一个小小的自序错误 浪费了委托人的钱和时间 但自己发现 那根本不是自己的错误 一周前的晚上 自己睡在沙发上 几乎失去了意识 吉米来支走了小黑 照顾自己 然后吉米从梅萨维德的资料中 抽走每一张有地址的文件 应该是找了一家 24小时营业的复印店 做了修改 改的和原文件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有一处将1261改成了1216 吉米根本不承认 查克了解吉米 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曾靠着伪造身份证 日进抖金 吉米在这一方面 从小就有天赋 然后自己就用吉米改过的文件 写了申请 当自己去法院提交申请的时候 吉米又将原文件换了回来 没有掩盖的犯罪 是不完整的 吉米极力地向查克反驳着 告诉查克 自己并没有这么做 查克告诉金 这样做就是欺骗委托人 金作为一名正式律师 一个宣过事的律师 就去找凯文将这一切都告诉他 如果他们仍然选择你 我无话可说 吉米让金不要相信查克 这都是他的套路 吉米的辩解让查克更加的生气 查克不能忍受自己的亲弟弟 在自己背后捅刀子 金告诉查克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吉米会被指控 伪造文书 诈骗 伪造证据 非法侵入等罪名 那么查克现在有证据吗 查克现在并没有任何的证据 这一切都是查克了解吉米推理出来的 金告诉查克 或许还有一个更简单说法 那就是查克写错了 查克整天在油光下工作 瞇着眼打出来的文字 很有可能打错了 这一句话让查克很是生气 查克知道金喜欢吉米 希望金可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金反驳道 这就是查克犯的一个错误 查克却不敢面对 反而指责吉米陷害了你 变出这样的阴谋 吉米虽然有很多的缺点 也喜欢走捷径 都是查克让吉米变成这样的 他崇拜你 他照顾你 他只是想要得到你的爱与支持 但你只会对他指手画脚 你也不相信他 也不希望他成功 所以吉米成为了这样 最后吉米和金走出了查克的房间 金虽然在查克的面前为吉米辩护着 但查克的说辞 还是让金产生了动摇 金在车上生气地暴打着吉米 这天吉米带着摄影二人组来到了一所学校 吉米趁着老师们都去上课时 偷偷潜入学校准备拍摄 没想到还是被校长发现了 校长告诉吉米 这里是学校用地 禁止所有人进来拍摄 吉米这一回编了不下十个谎言 告诉校长 一个歌星是从你们学校出来的 他想拍一个纪录片等等 校长本来并不相信 但吉米那自信的表情让校长有点相信了 吉米几人赶快趁机拍摄 这将吉米直接拍成了超级英雄的视角 这天纳乔偷偷地向老麦约了出来 纳乔告诉老麦 前两天我们的车被截了 车里的25万被偷了 老丁头气疯了 在找是谁干的 别人或许不清楚 纳乔知道 一般做这个的都会杀人灭口 但司机的身上一个伤痕都没有 什么人会抢劫还不会杀人 纳乔唯一想到的人就是老麦 老麦抢劫货车自己并不在意 纳乔就怕那个司机到时候认出老麦 再将自己也牵扯进去 老麦让纳乔放心 自己没有发出声音 他看到的只有一个戴着滑雪面具的人而已 老麦很是好奇 抢劫的事情怎么没有登报 是警察不让登报吗 纳乔告诉老麦 警察什么也不知道 纳乔瞬间反应过来 老麦这么做 就是想让警察找到老丁头 然后就会查到老丁头的所有事情 这让纳乔很是生气 这么做将自己也会牵扯其中 老麦想要钱自己可以理解 但是将自己牵扯其中 就是老麦的不对 纳乔马上将手就放在了手枪上 老麦让纳乔冷静一点 那件事都结束了 但怎么没有登上报纸 纳乔告诉老麦 有个好心人救下了司机 司机就给老丁头打去电话 老丁头就派人过去了 将车开走 一切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那个好心人也被灭口 这让老麦的心情很是难受 本想给老丁头一些苦头 没有想到还连累了一个无辜的人丧命 晚上吉米回家告诉金 自己刚刚拍摄完了 效果非常的好 吉米看金不太开心 就劝说着金 梅萨维德和你非常的配 现在一切都好了 吉米刚刚睡下后 金告诉吉米 查克是个聪明的律师 他会是非常强劲的对手 和他对抗 你就要做到滴水不漏 不留痕迹 金的一番话提醒了吉米 吉米赶快起床 开车去了24小时复印店 此时小黑正在和店员说着什么 吉米赶快将车藏在了一边 等小黑走后 走进了店内 吉米给店员一些钱 告诉店员 一会儿小黑会带自己的哥哥来 他会问你有没有见过我 你要告诉他 你并没有见过我 店员询问吉米 这件事会引来警察吗 吉米告诉店员 这只是兄弟之间的事 不会引来警察 随后吉米又给了店员一笔钱 让店员将自己出现的监控录像删了 不久查克果然来到了这家复印店 查克来是想再确认一下 店员推翻了之前自己给小黑的说法 告诉查克 自己并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个人 查克还是不相信 反复地询问着店员 而吉米就在店外看着发生的一切 查克还是不太放心 还是反复地询问着店员 但周围的各种电灯和复印机 让查克有点受不了 就在这时 查克突然晕了过去 还直接撞在了一旁的桌子上 吉米看到查克摔倒在地 很是担心 嘴里一直念叨着 快点报警 风骚律师第二季第九集 到现在就结束了 吉米为了金 最终还是选择了背叛查克 因为吉米和查克两人太了解对方了 查克马上就猜到是吉米做的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查克会找到相关的证据吗 老麦抢劫老丁头的毒资 会被老丁头发现吗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分享 风骚律师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